更高更快更强 新到中文电台国语台 巴黎奥运多看点 嗨各位早 这里是奥运多看点 我是沙龙 昨天呢 或者说巴黎时间的今天 中国代表队 美国代表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接下来就让我们的主持人小爱 向您一一道来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小爱 接下来由我为您播报奥运看点 看点一 中国夺牌 在两个小时前刚刚结束的 巴黎奥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组决赛中 中国选手邓雅文以出色的发挥 拿下了冠军 夺冠热门美国选手汉娜 殷商最后一轮退赛 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排名第七位 这是中国队本届的第八金 也是中国体育首次在这个项目上拿到冠军 创造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的历史 中国队是七年前才开展这个项目 今天的这个成绩让所有人惊叹不已 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展开较量 全红禅和陈玉希以359.10分强势夺冠 为中国跳水梦之队拿到奥运史上的第五十金 也是中国队本届的第七金 男子多项飞碟决赛 中国选手齐盈以44中的成绩获得银牌 看点二 中国战况 郑金文在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第三轮 以2比1战胜11号种子 美国选手纳瓦罗 昂首挺进女单八强 巴黎奥运会女单一号种子 中国选手孙颖莎 对阵代表卢森宝出战的61岁选手倪夏莲 最终以4比0击败对手 赛会男单二号种子 中国选手樊振东 以4比1战胜中国香港选手黄振廷 进入16强 头号种子 中国选手王楚钦 对阵瑞典选手特鲁斯比莫雷加德 结果以2比4爆了 不敌世界排名第19的莫雷加德 无缘16强 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继续进行 杨俊轩和中国香港选手何时辈 晋级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 吴清风则是遗憾出局 男子200米挖泳半决赛 董志豪第三晋级决赛 而秦海洋并列第十无缘决赛 男子100米自由泳半决赛 位列第八道的潘展乐 拿到小组第一 并以总成绩第一晋级决赛 女子四人双奖决赛展开争夺 未免的中国队最终成绩是6分27秒08 仅获得决赛第六名 英国最后冲刺绝杀荷兰队拿到金牌 看点三 美国战况 美国队重回榜首 以171.296分的成绩 夺得女子体操团体决赛金牌 由西蒙拜尔斯领衔的美国队 在比赛中占据主导地位 获得银牌的意大利队 得分比美国队低近6分 美国队在女子七人制橄榄球比赛中 获得铜牌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枚橄榄球奥运奖牌 在当天早些时候的半决赛中 输给新西兰队后 美国队爆冷击败澳大利亚队 夺得铜牌100米洋用比赛中 美国队友里根史密斯和凯斯林伯科夫 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这是美国队一个巨大的里程碑 在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上 获得的奖牌数超过了3000枚 美国男子足球国家队 在小组赛第三场 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中 以3比0大胜几内亚 此前 美国队以0比3惨败给小组领投养法国队 随后又以3比1强势击败新西兰队 这场胜利 让美国队获得了足够的积分 得以从小组出现进入淘汰赛阶段 不过 昨天对于网球运动员可可高福来说 是令人失望的一天 他被克罗地亚选手唐纳维基奇 淘汰出女子单打比赛 今天的巴黎奥运会 将上演一场美国篮球副赛 游泳池中的重头戏是 男子200米跌泳决赛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 男子200米挖泳决赛 以及本届或历届奥运会 最受期待的两项游泳比赛 男子和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 美国队的莱昂马尔尚 和凯蒂莱德基将上演 而复苏的美国国家女子足球队 也将在小组赛中收官 在体操项目上 两名刚刚获得团体铜牌的 美国男运动员 将试图闯入领奖台 看点四 男足八强 巴黎奥运会男足小组赛 B组最后一轮同时开打 阿根廷国奥2比0击败乌克兰国奥 摩洛哥国奥3比0大胜伊拉克国奥 这样 阿根廷携手摩洛哥禁忌 头号夺冠热门西班牙国奥 1比2爆冷不敌埃及国奥 最终积6分跌至小组第二 而法国3比0新西兰投名出现 至此 巴黎奥运男子足球全部小组赛结束 并产生八强淘汰赛对阵形式 东道主 法国提前遇上 以小组第二名出现的阿根廷 成为焦点战 西班牙将在八强对垒日本 另两场八强战 是美国对阵非洲球队摩洛哥 暴冷战胜西班牙 夺得小组第一的埃及队巴拉圭 看点五 奖牌榜 截止到美国西部时间 今天早上八点 美国队共夺得四金 十二银十一桶 总数二十七枚 排名第一 第二法国队 六金九银六桶 总数二十一枚 第三中国队 八金六银二桶 总数十六枚 英国第四六金五银五桶 共十六枚 第五日本 七金二银四桶 总数十三枚 第六 澳大利亚六金四银二桶 总数十二枚 并列第六 意大利三金五银四桶 第八韩国 六金三银三桶 总数十二枚 目前获得奖牌的国家 已经达到了38个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奥运看点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好 非常感谢小爱的播报 祝贺中美 以及各国代表队 优异的表现 那么刚刚呢 小爱是重点谈了男族方面 那么在女族方面 又有什么样的战况呢 以及未来的趋势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前中国女族的队长 前大连足球青年队的主教练 周扬女士呢 为我们大家分析 感谢主持人晨晨 邀请我参加这期活动 目前女族比赛 小组赛已经打完了两场 我看了几场比赛 我觉得 这些奥运会参赛的队呢 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打法 美之球队都非常的棒 我主要看了日本队的比赛 还有美国队 这两个队伍都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 尤其是日本队第一场和西班牙的比赛 西班牙目前来说是排名世界第一 当然了日本在亚洲也是排名第一 他在世界上也是趋前几位 而这两支球队 他的共同的特点呢 都是以传控打法 整体打法为主 虽然日本队呢 先攻入一球 但西班牙呢 整场以更强的身体对抗 和更细腻的传控技术 整体全面压制日本女族 这个西班牙最终呢 以2比1反朝日本女族 从整体比赛数据来看 西班牙控球75% 日本25% 他的射门次数是14次 7次射政 日本队呢 是4次射门 3次射政 所以从整个数据来看呢 西班牙能赢这场比赛 也是在情理之中 另外一场日本队的比赛 对巴西的比赛也非常的精彩 我很喜欢这场比赛 日本队整场90分钟 0比1落后 然后呢 加时赛期间进了两个球 然后最后以2比1战胜了巴西队 这也说明了日本队的整体打法 和个人技术应用的合理性 关键是他这种 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使他们最终拿下了这场比赛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再有呢 我还是比较关注美国队 美国队呢 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强队 在小组前两场比赛 分别以3比0战胜了萨比亚 和4比1战胜了德国女足 提前获得小组出现 从这场两场比赛可以看出来 美国呢 是目前进攻表现 最犀利的球队 进了七个球 和只丢了一球 美国队呢 其实整体来说 从每一个球员来说呢 他无论是身体啊 速度上啊 还有控球啊 门前掌握机会的能力啊 其实都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所以我呢 就是希望美国队能够 越走越远 希望能够这个奥运会 比赛圆满成功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周杨教练的点评啊 我们也祝愿各个女子足球队 都能取得好成绩 尤其是美国女足 好 今天的奥运多看点就是这样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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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